难怪灵鹫宫断了香火 你看虚竹的女儿叫什么 又做了什么就懂了 晚年的金庸发行了新修版系列 天龙八部竟也能与射雕三部曲合而为一 既然萧峰 段玉 虚竹客观存在于射雕时代 为何萧峰的丐帮 段玉的大理断世都传承到了射雕时代 唯独虚竹的灵鹫宫却断了香火 只要金庸愿意 他完全可以在新修版的著作里 给虚竹的灵鹫宫增添剧情 就算是寥寥几字 也能道出灵鹫宫的未来走向 然而在新修版的著作里 灵鹫宫依旧销声匿迹 让读者们看得大惑不解 要知道的是 在天龙的末尾 虚竹明明牵着孟姑的仙仙御手 一起走上了飘渺风 共同打理灵鹫宫 等于说 虚竹上了飘渺风之后 在那里居住了多年 只因萧峰临死前喊了虚竹过去 将丐帮的两大神功倾囊相授 以此通过虚竹作为媒介 将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传回丐帮 加之虚竹的武功 到了随心所欲的可怕境界 灵鹫宫不仅有九天九步众女 还有三十六栋洞主 七十二岛岛主 甚至就连新秀派的数千较众 也倒戈相向 成了虚竹的门徒 这么一位高深莫测的灵鹫宫公主 又是这么一个如日中天的江湖门派 为何会在后世江湖里断子绝孙 我们且看一看 金庸的言外之意是什么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金庸以十九岁的郭湘作为第一视角 讲述了他如何追寻杨过 如何勇闯少林的精彩故事 在郭湘与少林的无色禅师 大打出手之时 即百家之长的郭湘 使出了多个门派的武功 郭湘武学天赋极高 任何武功一看就会 一会就精 他能使出他人的武功道不习奇 问题在于郭湘竟使出一门逍遥派的武功 原著里是这么写的 不带无色缓播起来 郭湘短剑青阳飘身而尽 姿态飘飘若先 剑锋向无色的下盘连点竖点 却是从小龙女处学来的一招御女剑法 林波微布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小龙女怎么会逍遥派的林波微布 又怎么将林波微布的招式夹杂在御女剑法之中 这样看来 金庸的言外之意似乎在说 虚竹学会了林波微布又传给了后人 再由后人传到了古墓 这样一来 一切不就解释得通了 那虚竹的后人是谁 笔者认为 此人正是虚竹的女儿 在射雕时代 除了男主角郭靖 女主角黄蓉之外 还有哪些高手让你记忆犹新 想必是射雕舞爵了 射雕舞爵 击中神通王重阳 东邪黄药师 吸毒乌杨峰 南帝段志兴 北盖洪七公 他们五人为了争夺九阴真经 相约在华山之巅 比武论剑 最终王重阳带走了九阴真经 还成了舞爵之首 不过 正如邱楚姬对郭靖说的那样 有一位高手的武功 绝不在四大宗师之下 甚至还比王重阳略胜一筹 此高手正是林朝英 书中写道 论到武功 此人只有在四大宗师之上 只因他是女流 素不在外抛头露面 是以外人之道的不多 名声也是默默无闻 邱楚姬是王重阳的徒弟 他当然要维护尊师的面子 是以说林朝英的武功 只在东邪西渡南帝北盖的之上 其实结合原著的设定来看 林朝英的武功修为 比王重阳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来林朝英爱上了王重阳 和王重阳却忽冷忽热 最终惹恼了林朝英 迎暗而恨的林朝英 索性搬到了古墓 碰见了古墓一脉 还创出了诸多武功 将全真教的武功 针对得体无顽覆 直到林朝英去世之后 王重阳才发现 全真教的武功 被林朝英压制得惨不忍睹 尽管王重阳 有心要破节骨木派的武功 可单惊竭力思索了多年 仍是无果 直到借助九阴真经里的武功招式 王重阳这才得了灵感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王重阳可是当时一等一的武学奇才 他创建的全真教 有天下武林正宗之美誉 为何却被一个女流压得喘不过气 答案很简单 林朝英正是虚逐的女儿 她站在了逍遥派 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 凭借逍遥派的诸多神功作为加持 林朝英这才能够与王重阳奔停抗礼 这样一来 不仅能解释林朝英创出的玉女剑法 为何会有林波微步这一招 也能解释林旧公为何在射雕时代销声匿迹 原来林朝英为情所困 他一气之下解散了林旧公 竟跑到全真教的附近自立门户 由于被王重阳所伤 林朝英定下门规 武木派绝不招纳男弟子 而女弟子拜师学矣之前 必须到王重阳的画像前 补一口唾沫方能入门 只可惜金庸早已驾鹤西去 倘若他发挥想象力 与林朝英的故事写一部天龙后传 想必又是一部荡气回肠的武侠剧作了